Instagram由2010年開始 推出到今年已經有10年 前一陣子官方偷偷推出了幾個少公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 如果你還未發現的話 現在就和我一齊來看看吧 過往如果你想在Instagram找回之前的Story 通常都要慢慢錄、慢慢找 但今次Instagram就將Story的典藏方式改了作日曆 用戶可以針對那天的日期直接選擇 不單止畫面變得更加整齊 用戶亦不再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去找回某一個Story 對於經常用社交媒體來記錄生活的人 真是超實用 很多人都會在IG的Story打卡 所以今次Instagram也特別推出了 限時動態地圖回顧功能 只要你之前出過的Story 是有Tag到那個地方的位置 它就會出現在這個地圖上 你Click它的話就可以看回那個Story 而且它是全世界的地圖亦都包含在內 現在你的限時動態就會變成你的專屬旅行特技 只要你進入了設定 然後輕輕向下一拉 就可以將你的Instagram轉回到其他經典的icon 由經典的即影即有相機 去到彩色、黑白 或是各種的漸變式icon都可以選擇 Facebook在8月份的時候 就宣布會將Instagram和Messenger 這兩個平台去整合 並且會推出多項的新功能 但暫時香港地區還未可以更新的新功能 不知道Instagram和Messenger 何時會偷偷地更新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